上一回咱们说到 黑狐和九头娇在长白山的大沼泽上 来了一场大战 可是两个人实力相当 打了大半宿也没分出胜负 小蝶不由地担心会两败俱伤 而在一旁观战的廖凤一 早就看得心痒痒了 只见这家伙借着树枝一谈 就跳到了半空 可这家伙一贯鲁莽 小蝶很是担心 廖凤一一股涌劲 冲到战圈中 若说用体力跟这两个大神打 那是不可能的 但廖凤一毕竟得了茅山真传 此时从怀中掏出几张黄纸符 只觉一掐就向着二仙射去 黑狐和九头娇打得正不可开交 突然听到身下一声大吼 刚转过头就发现 分别有两张纸符射到了自己的身前 向下一看 冲上来的正是廖凤一 此时他控制着剩下的几张纸符 手中手印变化 口中念念有词 正在启动一个打阵 几句咒语念完 只见他的面前突然金光一闪 出现了一个半丈大小的阵盘 阵盘转动 竟然是一个九颜八卦的阵盘 而且那能量也在逐渐的扩大 见大阵已成 廖凤一大吼了一声 这阵盘就旋转着向半空中飞去 要说这阵盘也怪 越向上升变得越大 旋转得也越快 而能量更是暴增 其实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瞬间 毕竟廖凤一可没长翅膀 大阵被启动后 反作用力一推 他就落回了地上 抬头再看 此时那大阵盘 已经打到了黑壶和九头胶的中间 开始发挥了作用 耳轮中只听的半空中轰轰几声巨响 如炸雷一般 先打出去的四张指幅爆起 配合着阵盘爆开 把半空中照得亮如白昼 要说最惨的还是黑壶与九头胶 经过大半宿的战斗 本来就精疲力尽了 而且对战中 他们是集中了全部的精神 谁都没想到会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突如其来的大阵 可把两个人害苦了 巨大的冲击下 两人盲收了本体 以防受伤 可是仙体却从半空中落下来 两个人打了一晚上 谁也没吃到这个亏 这一下他们可不干了 多亏了我分开你们 不然你们就得两败去伤 那样多不好啊 怕我们受伤 所以你就先把我们打伤 廖凤仪那自认为是一番好意 两个人得感恩戴德地谢谢他 可是话刚说了两句 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 这两人的脸色都黑得厉害 还是小蝶机灵 怕廖凤一嘴笨 越说越黑 忙跑过来帮他解围 不要再打了 又不是仇敌 没必要分个高下 二位是棋逢对手 将于良才 事情到了此时 大家都知道 对方并不是恶人 真的没有必要以命相搏 小蝶的话 两个人都听进去了 再说痛快地打了一场 两个人也都尽兴了 懒得理你们 一群疯子 以后少来我这片沼泽 谁稀罕你的破水炮子 就你喜欢当缩头乌龟 你说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问本体 你九头焦可比我黑胡强太多了 可你为什么没赢过我 因为我这几百年来闯荡天下 挑战过无数的高手 而你呢 一直在这水炮子里 跟自己较劲吧 九头焦扔下一句话 转身就想回自己的洞府 可这时 黑胡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他的话刚落 九头焦的语气就冷了下来 黑胡的话能看出九头焦是听进去了 就见他沉着脸 就见他沉着脸半天也没说话 就见他沉着脸半天也没说话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我还得去找 黑胡一句话又戳到了九头焦的废管子上 原来黑胡从大傻二傻的见闻中分析出 那墨北妖龙就是九头一族的灭族仇人 九头焦这几百年来疯狂地折磨自己练体 八成就是为了复仇 见九头焦激动 黑胡依旧不紧不慢的样子 可这话傻子也能听明白是激将法 可黑胡也就是顺嘴一说 他只听说过 根本就不知道墨北妖龙的情况 一旁的小蝶却接上了话 我知道一些墨北蛟龙的情况 他现在被人出马了 九头焦被吸引了 目光凝重地看着小蝶 小蝶这才把自己知道的 关于墨北妖龙的事讲了出来 这话就要从流传在墨北草原上的 一个恐怖传说讲起 草原上生活的都是游牧民族 以放马牧羊为生 但是传说草原深处有一只妖龙 每当它出现时 一般都是晴空万年 焦阳似火 但空气中会有一种危险的气息传来 牛羊马匹都能感觉得到 会变得十分慌乱焦躁 接着会从北方突然升起一股巨大的黑色旋风 直扑牧民和牧羽 在这巨大的黑色龙卷风之中 亮着一双如灯笼般大小的血红色眼睛 当看到这龙卷风后 再想跑可就来不及了 这龙卷风威力极大 好像能撕裂空间一般 大地上的一切都会被卷入其中 封眼中的血红色眼睛 会把牧民和牛羊吞噬卷进去 这恐怖的妖物 在草原上肆虐了好多年 也不知吃掉了多少牧民和牲畜 人们是弹之色变 直到十几年前才有了改变 有一次在那龙卷风再次掀起时 出现了一个神异般的人物 这人一下就冲进了那威力巨大的风圈之中 也不知他用了一件什么武器 在天空中甩开犹如一根巨大的绳索 几个回合下来 竟将那龙卷风牢牢地捆了起来 龙卷风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慢慢地显出了真身 这时人们才看到 那竟然是一条乌黑的妖龙 但此时他已经被人捆住了 那人的本事确实不凡 任凭妖龙几次三番的折腾 都挣脱不开 最后他被那人收服了 从此成了这人的出马仙家 这人自称姓窦 是古萨满的仙君 因为他如神一般 草原上的牧民纷纷朝拜 经过几年的时间 那人在漠北草原 成立了一个势力极大的萨满教 谢谢大家